嗨 大家好 我是Hana 我是Joanne 歡迎收看科學小教室 帶我們來一場歌學體驗 Hana 我剛剛看到妳是騎電動機車來的 對啊 為什麼妳會騎電動機車啊 對 沒錯 因為Hana最近了解綠能之後 就一定要當一個優秀的好公民 Joanne 你知道嗎 電池是發展綠能不可或缺的儲能方式喔 我知道 而且電池依照不同的放電方式 會分為能量型跟動力型耶 妳很厲害耶 沒吃我妳知道為什麼會知道嗎 為什麼 我帶妳去看 走 Joanne 好像就是這邊了齁 真的 我看老師了 你們好 主持人好 電池研究中心 大家好 早安 我們這邊是明治科大 電池綠能中心 主要的話是做一些 離離子相關的一些研究 包含材料的製備 電池的組裝 層電池的測試 哇 老師這聽起來好厲害喔 我們帶我們去看看呢 走吧 好 但沒有問題 沒有補充 走 大概講一下我們電池的一個組成 大概有分四個元件 第一個就是我們所謂的負極的部分 我們負極的部分會塗在銅箔上面 所以我們用銅箔跟另外一個銅箔的話 就可以分辨我們電池所謂裡面的正負極 這個在銅箔上面就是所謂的正負極 那除了正負極之外 中間要有一個隔離模 這要隔開正負極 為什麼要隔開 要避免正負極接觸的管路 管路的話就會起點爆炸 除了隔離模之外 然後第四個元件就是隔離模 是電池會被流出來那種東西嗎 對 它是油漬的東西 我們在做充電的時候 隔離紙會從正負 透過隔離模進到負極 那放電的時候就反過來 從負極到正負 這樣回來 所以它是一個循環過程 科學雙膠要來做電池囉 我們要做電極之前 我們要先做成極片 極片我們原本的材料是粉末 所以我們需要把它跟碳黑先 磨在一起 因為碳黑的話 主要就是能夠增加它的導電性 那我們還要自備另外一杯醬料 就是黏著劑的部分 讓這些東西都黏著在我們的鋁箔上 剛好 剛好 這個就是我們拿來攪醬醬料的攪拌機 它的名字叫Sinky 那我們的醬料現在已經攪完了 然後我們剛剛秤的東西也已經烘乾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把它加到我們的醬料裡面 可以看到我們剛剛粉末 現在已經變成均勻的醬料 對 那我們等一下呢 就是要把我們的醬料 倒在我們這個刮刀上面 現在的話我已經啟動那個塗布機了 那它就是會慢慢的把我們醬料往前推 塗布的速度不能太快 才會均勻 醬料已經塗在整個磨上面 有耶 現在就是要做碾壓的部分 那我們要先把它裁切成一條一條的進去碾壓 我們裁切的話都是去頭去尾 有中間的 好像魚喔 對 因為中間的它混合比較好 現在就是要調我們碾壓機的厚度 對 所以可以看到 這邊是我們的厚度龜 然後我們就選用我們要的厚度 對 那我們現在是用0.07mm的 那這時候的厚度就是我們厚度龜的厚度 這是我們剛剛碾壓完的電池喔 人生第一個極片 碾壓完的話就是要裁切成電池的大小 要稍微用一點力 好 下來 這好像以前那個洞洞機喔 還是打洞機 對啊 好像那種壓在壁的 電池來講的話 我們的鋰金屬跟我們的電解液 都是對環境很敏感的 它們不太能接觸到水跟氧 所以我們在手套箱裡面就是 就是充滿著弱性氣體 這樣的話我們把這些東西放在裡面 那它們就不會變直 好 那下一步驟呢 就是放我們的正極機片 那這個呢就是盡量的往中間放 所以我們應該是把電片放在中間 就是要把它壓到底 喔 壓到底啊 對 這樣 那壓到底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放我們的這個支撐的黃片 火山口型 那好了呢 我們不要忘了就是要抵電解液 那好了之後就是再把我們的 我們的上蓋蓋上去就對了 好 完成 那最後一個步驟呢 我們要鋪合它 因為其實我們靠手這樣子壓它 力道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有一個鋪合計在那邊 所以要小心怎樣會 像本一方一樣 這就是我們剛剛組裝的電池 哇 沒想到這麼一顆小小的電池 有這麼複雜的工法欸 對啊 那我們今天所封裝完成的這個電池 我們稱作是二次電池 對 那所謂的二次電池的話 它就是可以進行多次的充放電 你剛剛使用的正極材料的話 是磷酸離鐵 對 比較適合是用在儲能方面 還有電動車方面 那另外的話我們手機用的是 是磷酸離鐵電池 磷酸離 它的續航力是相對比較高 難怪 它的安全性是沒有像 磷酸離鐵那麼穩定 那我們剛剛封完的電池 可以拿LED燈泡來測試它 那你把它正負起連接看 燈泡會不會亮 所以如果會亮就代表我們成功了 哇 成功 那會亮就代表我們組裝的電池 是沒有轉路的 它是可以工作的 哇 我們做的磷酸離鐵電池 大成功欸 Joanne 我們趕快去下一個地方吧 好啊 自己做電池真的好有成就感喔 趕快來看看這些電池 還能做哪些應用呢 走 欸 這裡是哪裡啊 一看就是一個製造電池的地方欸 沒錯 沒錯 你很聰明欸 這裡就是生產磷鐵電池的地方啦 但是我帶你來這邊呢 是因為我想要帶你找一位博士 真的嗎 博士在哪 博士呢 走走走 這裡這裡這裡 欸 博士啦 兩位好 兩位好 哈囉 我們這邊是台塑生衣的五苦場 那這裡呢 除了做一些我們所謂電池基本的研究之外 主要就是我們在這裡會有一些 電池模組的生產製造跟測試 欸 兩位請來看 好 這一塊呢 就是我們在電池裡面 模組裡面最重要的一個東西 它叫做保護板 怎麼是保護板啊 電池必須控制它在一個安全操作的範圍裡面 例如說我們有一個最高電壓 有一個最低電壓 我們也要控制它的電流 在一個所謂的合理範圍 還有所有的電池都有一個所謂的 絕對安全溫度跟相對安全溫度 我們大概是全台灣第一個通過 通過IC60730認證 這裡我們有一個簡單的生產線 那因為五苦場是屬於我們所謂的 研發的測試廠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會做一些簡單的測試 那這個測試只是在確定 我們所有的研發過程中 所有考慮的重點是正確的 這個結構你可以看得出來 非常的簡單 然後非常的強壯 甚至這個裸模組 直接去做落摔測試都是通過的 你在摔到地上是嗎 硕實的直接落摔測試 這個都是沒有問題的 當然不是從10層樓下 那這個模組測試站呢 大家可以看出來 連這個測試程式都是我們自己的 那有一個很特別就是 我們模組為什麼要進行測試 當然我們組裝完之後 我們一定要去做一次的空放電 那這個是確定我的電信 在所有的過程中 到我裝到模組裡面 這個過程是沒有發生任何錯誤 這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保護板 有一點點AI導入的概念 所以它要學習 怎麼去平衡這裡面的電信的差異 電池是不斷的充電放電 那一般的狀況放電 就是變成熱量 然後再排放出去 所以你看到我們所有的 廠內的很多設備 一大堆的風管 那簡單來講就是把廢熱往外抽 但是這個過程中 我就把能量消耗掉 會浪費 特別的地方就是 當我偵測到 我的電力是往電力公司送的時候 它偵測到攔截下來 儲存到我們的電池櫃裡面 那我們的目的簡單來講 對 我們自己都是在做出能系統 所以能節省能源 我們一定要節省 能省就要省 那這樣的一個儲存系統呢 大概可以替公司 或者整個廠區 減省50%的電力消耗 博士 我有問題想要加碼詢問一下 好沒問題 我聽說電池有分能量型跟動力型 它有什麼差別啊 目前選用的是動力型 就是這個電池呢 本來是用在車用上面 那動力型跟能量型有什麼差別 它能夠承受的放電的比率 放電比率意思就是說 這個電池是27A 如果它的放電跟充電能力都超過27A 這個時候我們會稱為它是動力型 那如果低於的話 我們就稱為它是能量型 對 為什麼是舉行 那個時候圓形嗎 全世界第一顆離鐵電池 就是圓形的 對 在圓形跟圓形之間 我有空隙 可以上熱 對啊 原來是這樣 太靠近了 變成空隙就太小了 也沒用 所以除非用電風扇真的直接脆脫 這空氣是不會流通的 所以現在除能大部分都舉行 因為我要考慮能壓密度 天啊Joanne 這裡每個人都是電池專家耶 理解了好多電池跟除能相關知識喔 是不是 欸 妳剛剛不是說還要帶我去哪裡嗎 趕快帶觀眾一起走吧 Go 這裡是哪裡啊 我們千里條條跑來這裡 對啊 剛剛都在睡覺齁 沒錯 我們現在來到了這個 彰化的台塑生衣觀光工廠 你看後面這個五彩繽紛的貨櫃 這裡不只是一個漂亮的工廠 還有這個除能櫃在這後面 就是有剛剛我們在台塑生衣的工廠裡面 看到的那些電池芯都在裡面喔 蛤 電池芯那麼小一顆 怎麼放在這麼大的貨櫃裡呢 是不是很好奇啊 我還以為是洗髮精耶 對啊 那我們就請今天專家王博士來為我們解釋 歡迎王博士 歡迎 歡迎 九彎跟哈娜兩位好 這邊妳看到的就是我們台塑新智能 在彰化觀光工廠建設的一套離鐵電池儲能系統 它離鐵電池的電池容量呢 有1.2Mbps 1.3Mbps 是一個比較大型的一個除能系統 那為什麼我要有這個除能系統呢 原因在於是說 這個除能系統幾個比較重要的功用 比如說我可以讓夜間比較便宜的電池 儲存在除能系統裡面 讓它在白天的時候 電價比較貴的時候 讓這個電池釋放出來 來降低工廠的一個電費 政府現在大量的推行綠色能源的一個建置 那綠色能源其實大家都知道 是一個比較不穩定的一個能源 所以我們可以讓這個綠色能源 再加上除能系統之後呢 讓它變成一個比較穩定的電力 就可以供給所有的民眾使用 原來就是透過這種除能櫃 加上綠色能源 來達到環保的效果 是的 博士我們可不可以打開來看看裡面啊 好好奇喔 沒問題 下屬寶寶 哇這真的是一座超大的行動電源耶 這個就是你們剛剛看到的 那個比較小的電芯 你猜猜裡面有幾顆電芯呢 120 怎麼亂講 總共有7680顆 但它經過串聯跟併聯之後 再讓它從直流轉成交流 匯入台電的電網 再做一些相關的電力的輔助服務喔 哇沒想到台塑企業在環保跟綠能 還有除能上面有這麼多努力啊 真的 沒錯我們集合了四大公司的相關的資源呢 成立了一個台塑新智能公司 秉持公司的綠能與環保的一個政策呢 我們未來新智能公司發展的面向 主要就是在於創能 再生能源的創造 除能的一個面向 節能 以及未來的所謂的電池回收 達成一個循環經濟的概念 這是未來我們新智能發展的一個重要的主軸 哇台塑企業真的花費了大手筆 以及非常多的心力在這些環保事業上呢 真的耶 台塑這麼努力往綠能方向 相信未來會有更好的發展 那謝謝觀眾 把這個今天的節目看到最後 相信你們也和我們一樣更了解綠能 還有除能這方面知識了對不對 那大家還有什麼想看的影片呢 都歡迎留言給我們喔 那也別忘了幫我們訂閱以及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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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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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